熬浅厚道人 看唐亲一副被天雷击中 反应不能的状态实在不忍心 于是好心帮忙解释 他们说的哥哥和老公 那不是指转世的身份 这个中国的神话记载中 对神仙的记载有国论 或是互相不符的记录 其实很多的 有些是因为后人统治思想的需要 篡改的 有些呢 则是彻底的杜撰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总体来说 还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 就比如说 这三皇五帝中 除了蛙皇以外 我相信你应该还听说过 他的丈夫吧 扬言点点头接口 天皇福西 唐琴先是一脸茫然 而后把刚才听到的话 在脑子里全部过了一圈之后 脸上表情就切换成了一脸震惊 福 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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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指着风小小的手指抖得更厉害了 汤青舌头都快转不过弯来 衣服快要崩溃的样子 福西 风小小点点头 好心帮他把接下来的话说完 凹浅浅浅一笑 帮忙说得更明白些 嗯 你舅舅认识的那位风水先生 应该就是福西了 唐琴已经睁着眼睛晕了过去 有通天眼读取出来的情报 扬言一行人很顺利就到达了某宾馆外 照情报来看 俩黑帮暂时还不会把瓶子转手 昨天西方人一行带苏璇二人进山 一是为了干掉熬钱 二是确认一下苏璇背后 有没有其他可能存在 而又未露面的同伙 如果有的话就顺手解决掉 等确定没有更多麻烦后 才会带人回来和这俩人会合 接着一起飞奔国外美好幸福生活 这些人约定的最后碰头时间 就是这一天的中午十二点半 如果超过这个时间 没有人和自己联系的话 哪怕只晚了一秒钟 俩黑帮都会第一时间 带瓶子先行脱身 等待之后有机会 再和其他人设法取得联系 这个行动过程中 最有可能出现的意外 就是西方人一行的遭遇 扬言怕的是 西方人一行从头到尾 都没有和那俩人联系 这一点会不会引起 对方的警惕 车子里只坐了 风小小三人组 外带天真无邪三人组 最后附加一个唐琴 赶到宾馆的时候 已经是十二点过 扬言台湾看了看时间 到柜台甩了十张红票 很轻松就问出了 昨天的两个黑帮 确实是在这里投诉 两个人共要了两个房间 住是估计住在一起 在哪间却不确定 另外一间有九成 可能是空房状态 用来迷惑可能的敌人 和躲避可能的危险 转头把这情况一说 风小小想了想 问扬言 那两个房间电话知道吗 扬言挑眉 没吭声又转头回去 倚着柜台和两眼红心直冒的 柜台小姐随口聊了几句 再回来 抬手抓纸笔 写下两组号码 要经过总台转内线 但是问题应该不大 问题果然不大 风小小拿起电话一拨 总台听到这边 是个年轻女性声音 心照不宣 马上把信号转入了房间 顺便隐晦表示 如果对方生意谈成的话 宾馆是要抽取一定费用的 什么生意 总台表示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你懂的 风小小真懂了 而后咬牙切齿打电话 本来还有恶心自己的准备 但她运气是真好 第一个号码就无人接听 于是大家一切都明白了 401没人 应该是402 风小小放下电话报告 其实没人接听 也有其他可能 比如电话故障 比如人刚好不在房间 再比如 但是突然打进的电话 也有可能引起对方怀疑 所以这个结果概率 已经相当值得冒险 杨烟点点头 整理一下衣服后 一派闲适重新进宾馆 走进电梯淡定暗楼层 不一会儿后就到了402 暗门铃 房间那俩黑帮果然在 一个看电视 另外一个轮值间是猫眼 见有一年轻帅哥静止过来按门铃 于是愣了下 转头 有人过来了 宾馆门铃没问题 另外一个在看电视的黑帮 自然也知道 有人来了 听同伴这么一说 微微愣了一下后皱眉 客房服务 我记得我们没有打电话呀 不是 看起来穿得挺好 不像是宾馆服务员呢 守门的黑帮摇头小声答 想想又瞄了一眼 羡慕补充句 是个男的 长得还行 挺年轻 一身名牌 一个领带夹着顶我们哥俩干十年呢 看电视那人呕了一声 漫不经心摆手 可能走错门了 别管他了 敲一会儿没有人 那个人他就会自己走掉的 他倒不担心 扬言会是来找麻烦的 第一 来找麻烦的人 不可能这么高调奢华 第二 来找麻烦的话 不可能只有一个人 但是很显然 这回俩人估计错误 扬言上门 就是冲着他们来的 按一会儿门铃没动静 干脆就抬起只巴掌 直接按门铃上 持续不断发出骚扰声 同时 另只手掏出手机阅读小说 打发时间 屋内俩黑帮抓狂了 首先这声音实在令人烦躁 其次 这也快到街头时间了 万一这人和自己同伙碰上 再或者同伙没来 自己二人要出门和人打个照面 总会有说不出的麻烦的 哎呀你怎么那么烦呢 去把人打发走 看电视黑帮郁闷 那个傻逼八成 就是跟人开房找错门了 房门打开 黑帮冲杨炎不爽骂 暗屁呀暗 通天眼瞬间读取资料 确认瓶子是在房内没错 杨炎二话不说挤进门去 一拳把人K翻 哎 你干什么 看电视内人家同伙被揍 立刻暴跳起来 没什么 杨炎松松筋骨一侧头 避开看电视黑帮迎面射来的子弹 黑帮愣了个 刚才这人动作比自己拔枪还早一秒 他怎么知道自己要开枪 朝哪开 被打倒在地上的人捂着鼻子 一头顶向杨炎腹部 背后者抬脚直接踢出十米 狠狠撞上窗户趴倒 看电视黑帮眼神闪烁了一下 抬枪准备再开 杨炎已经冲了过来 弯腰抬肘狠狠撞击在对方胸口 后撩腿悬身拧腰一劈 干脆利落KO第二人 一切过程发生时间不超过十秒 两个黑帮完全没想到会有人直接找上自己 还说打就打 还打那么狠 这也就是风小小几人没跟上来的原因 除了宾馆走廊有监视器存在 太多人一起上门 容易被宾馆和黑帮警惕的原因之外 另外就是因为风小小十分相信杨炎的身手 本来就狠辣的一个角色 还是天庭战神 再而且加上通天也能洞悉先机 但打斗方面能干翻他的暂时不超过一个巴掌 抽出俩黑帮皮带绑了个死扣 把对方二人锁死在床边 杨炎淡定进洗手间 谢天花板通风口螺丝 再把板子椰下 探手上去顺利摸下一小密码箱 密码获得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在俩黑帮成员惊悚倒抽气声中 杨炎简简单单拧开一串数字 把传说中的福西逃平取了出来 俩黑帮惊骇对望 看见对方开密码箱的轻松自然后 第一反应就是出了内贼 呃 也不像哈 大家都被揍得挺惨的 而且俩人一直在一起 貌似也没有和对方勾结的动机及时间 夹了个瓶子出来 杨炎一上车即受到大家热烈欢迎 搞定了 这么简单 唐琴惊讶打亮扬言 完全不能想象这人到底是怎么能那么快搞定俩黑帮的 当然简单 风小小力挺队友 二哥前身可是天庭战神 除了猴哥以外估计没人是他对手 哦 还有个小江可能能打个平手 唐琴郁闷 那我们跟那么多人来干嘛 自己完全没有出场的机会和必要嘛 打酱油 围观 风小小理直气壮 而后一直二排坐着的西方人及最后排两名黑帮 小唐 你把这三个人送上去还给人家 唐琴嘟嘟囊囊很不高兴去当外送小弟 带着三个人准备下车 另外一边 杨炎则把瓶子递给风小小 擦擦手挑眉问 我是看不出来这瓶子有什么不一般的 你看看 能不能和自己前夫有心电感呀 中指鄙视之 风小小接瓶子仔细观摩 其实之前小表弟来订做宴品的时候 瓶身大概款式及花纹他都已经了如指掌 至少从外表上看是看不出什么选机来的 那么如果真有什么不一般的话 秘密应该是在于其他细节或部位 看瓶底 没印件没暗记 看瓶里 光滑一片毫无特别 线索在哪里呢 正思考间 西方人哭叫声音在车外响起 风小小往外一看 正好看见唐琴正头疼死拽了西方人想把他拖走 身后还有两个白痴黑帮认真围观 而西方人则死巴了车门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冲着驾驶座或者说副驾驶的前排俩人凄惨大叫 Help!Help! 嗯 这么简单单词 风小小还是听得懂的 风小小头疼摇下车窗 你把他怎么了 没怎么呀 不过就是带他上去 唐琴话还没说完 西方人一把松开车门改抱风小小脖子 Help!Help! 边喊边把眼泪鼻涕往小女生衣领上蹭 众人其寞了个 扬言无语一会儿 我怎么觉得他似乎不想走 话音刚落 西方人抱着风小小哭喊了句更刺激的 Help! 妈咪! 众人再次其默 而后其害 这回连扬言都无语了 风小小被雷得震惊了好一会儿才回神 拉开脖子上的毛胳膊 二 二哥 你说这人该不会是雏鸟的应随心态吧 因为被吞噬魂魄后回过神来的第一眼见到的就是自己 所以就把自己误当成他的家长了 扬言汗个 见自己妈咪转头跟架势做人说话 西方人纯洁泪眼又朦胧转向扬言 一脸哀求期盼之色充满期待喊 Daddy 扬言庐山瀑布汗了个 唐琴的手早就不自觉松开 张大嘴傻傻看小车清白俩人说不出话来 风小小和扬言的清白是绝对值得幸运的 再退一万步说 就算俩人之间真有什么不清白 以他们的年纪也绝对生不出这么大岁数的儿子来 一个人高马大的老外在大街上搂着个东方小姑娘哭得花容失色 连最爱的变形金刚都顾不上地丢到了一边 这情景直接秒杀了在场所有人 唐琴天雷轰顶一会儿后就回过了神来 面对路边有聚集去世 且正在向这边指点的路人酱油党 唐琴当机立断把三人重新塞回车内 西方人一跳上车就探过半个身子到副驾驶座上抱着风小小委屈乌眼 无视着伤眼一幕 唐琴自己也火速坐回来 一关车门开始紧急会议 这是个什么说法 唐琴已经震惊到无语了 熬浅从头到尾目睹闹剧发生全过程 这会儿也是哭笑不得 其实昨天这西方人就老爱黏着二哥和小小 还耍赖要他们给买玩具给洗澡呢 给喂饭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不对劲了呀 他晚上上床的时候本来还要我陪他睡觉来着 被二哥揍了一顿才老实啊 风小小也从天雷中回神 头疼扒开脖子边的鸡毛大脑袋 忙举手补充 凹浅牙疼个 总之 这个可能真的就是所谓的应随行为吧 最开始的时候 被吞噬掉生魂的时候 他应该还是混沌状态 这等有了思维能力后呢 已经被带回了陶一巴了 接着就见到了第一对男女 那就是你们啊 之所以呢 至于见到的为什么不是依依 这个倒是很好推理 依依一直是陶一巴最务正业的成员 工作时间之外还要兼职厨娘什么的 估计西方人醒来时 对方不是在手电 就是在厨房 也只有风小小和杨炎两个成天无所事事的 最容易被捕捉成目标 这就是尤氏浩仙不是生产的报应吗 这绝对是报应吧 俩黑帮白痴很好解决 就干什么就干什么 比木偶娃娃还乖巧三分 直接带上宾馆往被绑的俩人房里一关 之后等黑帮回收就行了 可是现在老外却成了一个麻烦 大庭广众之下 风小小几个既不能把他打晕了扛上楼去 也不能无视对方哭喊嚎啕地死拖硬拽 日本人在这里丢了自行车一夜找到 埃及人在这里丢了电脑三个小时找到 中国人在这里丢了孩子一辈子都找不到 要知道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在本国的外人才是真正的一等公民 本地土著充其量是二等 意识到事情大概有些棘手了 刚多了个便宜儿子的风小小和杨岩 不由一起纠结 先还两个是两个 至于这个 风小小牙疼了个 看眼仍含着两泡眼泪可怜巴巴 看自己的高大老外 送精神病院 然后让人调查的病情同时 努力挖掘其雇佣兵的隐藏身份 杨岩郁闷 也对 风小小无奈了 那么你说怎么办 总不能养着吧 杨岩哼了一声 正准备开群巢 鸡毛大脑袋正好凑了过来 湿漉漉的天蓝色毛子充满目如之情 盯着他黏黏撒娇 Daddy 杨岩半个身子滑了一下 条件反射无嘴 眼前恍惚出现 精神攻击会心一击 HP-99999字样 秒杀呀 唐琴眼神崩溃看这一幕 默默满手鸡皮疙瘩 第一个受不了投降 杨哥 你儿子你自己搞定吧 我还是回去看看我表弟 商量无果 放唐琴和敖遣回去 幸灾乐祸又不甘心 杨岩果断决定把俩人一起拉走 监视唐琴把两个黑帮送货上门后 就拉着一个伏锡瓶 外带一个拖油瓶 一车五人气势汹汹 直接开向小表弟公司 到总台来热情迎客的 依旧是江礼 当然人家这是看封晓晓的面子 没其他人什么事 不过大概是因为 险些被抛弃的缘故 老外在离开宾馆之后的 这一路上对封晓晓和杨岩 都格外粘缠 一手拉了一个死都不肯放开 于是顺理成章的 江礼下楼亲眼见到 自己心爱女生身边 居然多了一个热情奔放异性 表情瞬间就委屈了 小杨 她 久违的泪花闪闪 江礼一副你不解释 我就哭给你看的样子心碎 看封晓晓 封晓晓叹息个 她 还没解释 老外已经开口指着 接待大厅的旋转门 一脸兴奋噼里啪啦 冒出一串鸟语 封晓晓一个字没听懂 但最后一个单词 还是听懂了 因为对方在说完后 很高兴地摇了摇她的手臂 又再次祭出碧莎撒娇 妈咪 此一样的一片沉默 江礼的眼泪都被吓了回去 本集演播 曼猪尔 隔壁张老三 大马金刀 班砖道长 曲曲儿